说起民国时期的美女作家,你一定会想到林徽因、张爱玲等这些出身名门、笔墨挥洒、大名鼎鼎的才女代表。 殊不知,在当时,还有一位家喻户晓,让无数人为之疯狂的女作家,她以身写作,将自己和三千多名男子发生关系的故事写成书,流传于市井之中,她成了风靡一时的热销书作家。 名气甚至超过才女林徽因和陆小曼,但令人想不到的是,就在她人生最美丽的阶段,却选择跳海自杀,她一生传奇,却鲜为人知,她就是民国第一风流女作家于美颜。 那么,在于美颜的身上发生了什么?为什么这位民国旗女子会落得如此下场呢? 这里是妙文史,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,欢迎订阅观看。 商户出身,婚姻之被于美颜出生于一户大户人家,家中堪称是书香门地,她的父亲乃是当地有名的商人,而母亲年轻时,更是才貌双全的大小姐。 顾凡的出身,也造就了于美颜美满的童年,于美颜的童年十分幸福,不仅吃穿不愁,衣食无忧,更是被父母当成掌上明珠一般宠爱,但凡是她所提出来的要求,她的父母都会极力满足。 并且在对于她的教育上,她的父母也很舍得投入,待于美颜长到了士林的年龄后,她被送到了学堂,在学堂里,于美颜不仅接受到了西方思想,才情更是远超常人。 见到女儿如此优秀,于美颜的父母也很是欣慰,后来,于美颜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当地知名才女,假设于美颜能朝着才女方向发展,以后定然能扬名。 只可惜,于美颜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,在那个年代,固然有大户人家送女儿去学堂,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将女儿赌金。 能寻找个好的联姻对象,为自己的事业助力,于美颜的父亲亦是如此,决定培养于美颜一时,她就已经打好算盘,带到合适的时机后,为其逆得良人,正所谓婚姻大事,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 于美颜从小便受到家族背景所带来的优越的生活条件,她长大后,自然也需要为家族牺牲,通过联姻,为家族增添助力,这种现象自古就有。 而如此优秀的女儿,自然也让于美颜的父亲,有了更多挑选女婿的机会,最终在于美颜父亲的精心筛选后,她秉承父母,嫁给了她的第一任丈夫,谭公子,谭公子年少有为,也是从商之人,不仅长得样貌堂堂,而且在思想上与于美颜十分契合。 二人有很多的共同话题,常常能够针对一件事情侃侃而谈,虽然不是自由恋爱,但是于美颜对她的这位丈夫还是十分满意的。 起初,于美颜的婚后生活十分的幸福,可是好景不长,由于工作需要,谭公子经常出差,陪伴在于美颜身边的时间趋值可数,而没有了丈夫的陪伴,于美颜的生活可以说是度日如年,因此她最终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。 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,红花教主,四年交往三千人,离家出走后的于美颜孤身一人来到了广州,由于之前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,纵使离家出走后没有了生活来源,于美颜也不甘心泯然众人,因此她极力地打扮,希望能够凸显出自己身上的那种富人气质,可是打扮是需要投资的,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。 但是,让于美颜的打扮有些显得另类,甚至她还因此惹上了麻烦,一度被当成了犯罪嫌疑人,抓进了警察局。 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了,但是这样的一段经历,无疑成了她身上的一处污点,她的公公婆婆,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于美颜的好感骤降, 甚至还替自己的儿子谭公子做主,于于美颜解除婚约,将她逐出家门,而她的父亲,在知道此事之后,更是大发雷霆,恨不得与她断绝妇女关系,但好在血浓于水,在亲人的劝说之下。 她的父亲,终究没有学她的公婆那样,将她逐出家门,不过也是狠心地将她送进了学艺所,以示成见,学艺所索然也挂着学习的名头,但那里实在不是什么好去处,一般人家的女儿。 但凡是能够过上平凡的生活,满足吃穿用度,都不会被送进那里,在学艺所的那一年中,是于美颜生活的较为黑暗的日子,从前的她,是一来伸手,饭来张口的大小姐,之后,她更是妇人家的儿媳,妻子。 可是在学艺所中,于美颜一切都只能靠她自己,想要吃饱饭,就需要跟别人一样的努力,想要不受累,就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形势,想要过得安逸,就需要动脑筋,与别人搞好关系。 总而言之,虽然仅仅过去了一年的时间,但是从学艺所,出来后的于美颜,却与之前判若两人。 为了保证自己离开家生活下去,于美颜需要找份工作,养活自己,可是,她一个弱女子能做什么呢,更何况,她还有入狱,入习一所的前科,走投无路之下,于美颜只好顿入封尘,凭借着自己的美貌,辗转于各种男人身边,用自己的魅力来换取金钱,由于她常常在头顶带着一朵红花,因此,也被人称之为红花教主。 值得一提的是,短短四年,于美颜就交往三千名男性,夸张至极。 为情所商,半生悲凉,于美颜与这么多人相处过,难道她就没有想过重死? 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吗?于美颜自然也是想过的,于美颜一生共有三段恋情,可是,每段恋情都无疾而终,于美颜美颜爱上的第一个人便是丈夫,对方明媒正娶地将于美颜娶回了家,后因命运弄人分离, 于美颜爱上的第二个人是个富商,两人相见恨晚,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结婚不久后,富商以于美颜行为不端将其修掉,于美颜爱上的第三个人是个官二代,爱与其家庭不同意之故,于美颜第三段感情无疾而终,情商颇重的于美颜也幡然醒悟了。 1927年,于美颜在自己27岁这一年顿入空门,于美颜已然想脱离凡事,但到底计划赶不上变化。 曾经与于美颜相爱的官二代脱离了父母的管教,一次又一次地来寺庙找于美颜,祈求他能给自己一次机会在官二代的拖累下。 于美颜被赶出寺庙,于美颜又一次没有了归处,拒绝官二代后,于美颜辗转了多地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 只是,这东西好像成了奢想,1928年,在于美颜28岁的时候,他选择了跳海自杀,结束了半生悲凉。 他留在这世间的只有他的《摩登情书》和一封遗书。 遗书中这样写道, 言,不幸生于此青黄交接时代,自小平媒妁之言,听父母之命,嫁夫远是外国,数年未谋一面,少时之无,误解自有,竟任性妄为,在此乌卓万恶之社会,浮沉实在。 有其,虽悦人甚多,终未能结诸臣之好,前虽钟情渤海九少,奈为家长所祖,终师所望,终师人生乐趣。 由此残生亦无所用,决然利益弊命,离此污浊世界,换我清静本来,这一切归结于那个年代传统的社会枷锁,和三从四德的封建理念,归结于自己对自由的误解,尚为父母之命。 卑夫斯陶,开女界不敢知风,而行女界奇耻大辱之举,错拿放纵当自由的于美颜,犹如昙花一现,虽然美德不可方物,却也只是一瞬间走到生命的尽头,即使她是后悔的,也无法再回头,私人入海,韶华落幕。 这个奇女子落入了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归处,这便是民国奇女子与美颜短暂的一生,皆传奇也悲哀,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来世,我们都希望这个奇女子能够如她生前所愿,来世,可作一纯洁女子,得到真正自由。 佛教一向注重戒律,更是严格要求僧众要做到四大皆空,六根清净。 从而持戒修行,走向解脱和觉悟之路,如果不能恪守佛门清规戒律,做到内心清净,哪怕你剔度出家,或者在寺院修行,这些都是枉然的,只有远离心中的贪,嗔,吃,保持一颗清净之心,方能领悟佛法的真谛,自古以来,有许多的人选择了顿入空门,可是最后他们却发现自己六根未清净。 于是便走向还俗之路,可是还有一种人,虽然他们愿意一心向佛,奈何凡尘未了,被寺院住持逐处的寺院,而财女于美颜,就是其中一位。 对此,你怎么看,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妙文史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